大家好,我是雪梨 今天来看铁粉清冷熟梨所写的《枕上书翻外》 续写情言49-50 哲言还在树鸭上酒后吐真言 这回的药,我加了三倍的功效 为了掩盖药味方便入口,我还加了蜜桃 东华顺一道云层中 看见离宝天尊的凤凰引着身 一动不动地望着兮兮的布林和狐狸们 东华也引了身,在凤凰边上站定 凤九跟滚滚扯着一张网固定在太成功大门口 阿黎在最外边把风 凤九 这下好了,四周都用着隐形的网围起来 谁都进不来,我们可以放心地玩了 阿黎 凤九姐姐,这网上都是洞 看着还软绵绵的,到底结不结实 凤九 这是一种草作的 比你们用的甘蔗皮,不知道牢固到哪里去了 而且光滑 那凤凰若是再来,也不会被戳伤 小树苗 他什么时候会来 原本他撞上陷阱就受了伤 大哥你还下那么重的手,省之不武 滚滚 逼不厌诈 不设陷阱我打不过他 刚刚父君下手才叫狠 他之前冲撞了娘亲,还险其伤着你 父君留了他性命,已经很宽又大了 他的伤姑将养很久了 而且那凤凰只会出入九重天大门口 不会出入太成功 阿黎 风水流流战 他载到你手里 这仇总算是棒了 他伤了凤九姐姐我也很生气 但我从没敢想过找他寻仇 刚刚打他时我也用了全力 解气 凤九 来了也无妨 这网弹性极好 被撞的人只会被远远地弹开 不会受伤 阿黎 咦 我被围在外面了 我要怎么进去啊 凤九 刚好 你来测试一下这网绑的牢不牢固 冲进来 用大点劲 诚实的阿黎踩着风火轮跑出去好远 又飞奔而来 事实证明 这网确实绑的牢靠 弹性确实极好 阿黎撞上去的瞬间就被弹没了踪影 东华身边的凤凰几身也飞走了 滚滚望着凤九 原本父君让我们罚战的 若他赶不及 在父君之前回来 可怎么办 凤九 他有风火轮 应该没事的 小树苗 风水轮流转 要是小舅舅碰上了仇家 请他影子的多危险呢 比如刚好被弹到了灵宝天尊那里 也不是不可能的 运气不好的话 刚好落到那凤凰面前 也不是不可能的 凤九 哪有那么巧 就算回不来 当时我变成他的样子 站着就是了 滚滚 父君让我们看着你 你若不见了 我们怕是要多站一会儿了 凤九 不会有事的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他 这话若是在平时 听到东华耳中定是填在心里 他喜欢小白肆无忌惮地 对他依赖撒娇 撒泼撒气 可是现在这话听着 就觉得小白过分地懂事 他生气又心疼 他不愿要他这样的懂事 在东华现身之前 凤凰驮着阿里回来了 刚落地的小树苗大喊一声 父君来了 快跑 三只狐狸分头跑了 东华从他门口进来时 滚滚在门口站得笔直 东华 可有状况 滚滚镇定自若 没有 东华盯着滚滚看 滚滚依然面不改色 东华 很好 东华行至大殿 阿里站得笔直 东华问阿里 可有情况 阿里镇定自若 没有 东华摸摸阿里的头 很好 行至房间门口 东华问小树苗 可有状况 小树苗 没有 东华抱起小树苗 内不累 有没有偷懒 小树苗 不累 我们做错了 是理应受法 东华 错在哪里 小树苗 不该去寻仇 东华 错在去寻仇 不降少父君 那凤凰是 李宝天尊的坐骑 法力强大 且谋心未除静 天尊开谈讲法 生者物静 本是他的职业所在 你刚出生 他不认得你 自然会攻击 今日若不是他手下留情 你们三个 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小树苗 说他商人是职业所在 可父君还是伤了他 东华 我自然是不想你们受到伤害 情急之下才出手 所以你们要记住 凡事都有我 切不可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你娘亲就很不听话 不舒服还要乱跑 小树苗 娘亲很乖 一直在房间没出来过 东华 当真 小树苗 东华帝君的宝宝从来不骗人 尤其不会骗父君 东华微笑 真乖 东华推门而入 凤九急忙缩到被子里面 东华要在床上坐下 凤九在被子里面说话 你去看看阿黎吧 我看他跟凤凰打架好像受伤了 东华 我看过了 他很好 凤九 我还困着 你带孩子们玩一会儿吧 东华 很不舒服吗 出来 我给你把脉 凤九 手腕还肿着呢 疼得很 碰不得 东华 陈其不说头晕还腹痛吗 可还有别处的问题 凤九 都好了 就是困 你出去吧 我要睡了 东华几身身手吃法 隔着被子探脉响 心中已惊 双生胎 万幸 那药小白还没有吃 又失一把 小白身上的药 被他换成了糖丸 东华 好好躺着 不要乱跑 不要乱吃东西 我自会想办法 东华抱着小树苗离开 凤九和白浅 从被子里面钻出来 凤九 姑姑 这样躲着不是长久之计 动华向来是站在我们青秋这边的 不如全都告诉她 她的办法总比我们多 白浅 算了吧 我可不想结外生枝 要取到了吗 凤九 早就取到了 天天拆着心慌得很 就等你来 可你来了 我又不想给你了 你再好好想想 白浅在凤九身上摸索 快给我吧 此事要早做了断 凤九下船往外跑 这可是双生胎 姑姑会原机大伤的 虽然不立即 姑姑何苦这样狠心 东华让三个小家伙 去世立陶龄帮折颜番菜地 当然是为了她的小白好生休息 当然是为了能进行研究 培育双生胎的办法 向来喜欢亲近的哲言 有些头大 这三只小家伙 何止是翻菜地 简直是要把桃林 翻个底朝天 小妹的原神 离开佛林树苗之后 佛林树苗就被移出花盆 种到了一边 海苍林房间的窗户下头 这个位置是小妹要求的 说那时 整日的待在窗户边 动弹不得 就想到窗户外面去走走 佛林树 原本是长得慢的树种 得小妹的亲自照料 才三个月 也明显长高了些 其现东华并未觉得 小妹对佛林树关照 有什么不妥 但是凤凰的事 再加上那困了虚的金莲 动华生怕 这树日后的小妹 也是个麻烦 被小灭了这树 但是又怕小妹跟她闹 而且若双生她原神 必须要取出另一样 这树也是最好的选择 立于树前正犹豫着 林鸟来报 叶华在太陈宫求见 不过两日未见 叶华明显又轻见了 阿黎诚恳地跟着叶华回着话 你们都不管我 我只好在太陈宫住了 我不骗你 我在这里住了许久 从未见过娘亲 你要寻她 还是去别处找找吧 叶华 我知道你在这里 所以很放心 你娘亲今日刚来 你以前自然是没见过 阿黎 来了也不见我 没有良心 叶华 她心情不好 阿黎 她是怕被你发现 所以才藏起来不现身吧 那夫君你还是快走吧 母子不能相见 多可怜呢 叶华 阿黎觉得父君不可怜吗 阿黎 我们刚刚已经见过了 东华回来了 阿黎等时的退下了 临走还孤道一句 都是不省心的 东华 白浅不在我这里 叶华 我在她身上放了物件 却哪都有感应 她确实在太成功 东华 那你打算如何 叶华 我想跟她好好谈一谈 可她不想见我 东华 她若不想理你 见了面又如何 你们倒是为何事 闹到这个境地 叶华 因为金莲 东华 若我想帮你 就要原原本本告诉我 叶华开始讲述事情的原委 起先我们因为一双云靴的事情 闹了别扭 她觉得莫冤的脚 与我尺寸一样 做了两双云靴 要送一双给莫冤 我不同意 她就把两双都回了 我们开始冷战 东华心想 为个旁边不哄着 还要冷战 一华 莫冤生日那天 浅浅却又送了莫冤一条披风 莫冤把金莲回赠于她 东华 总之 你不许白钱给她师父送贺礼 一华 我与她理论 就拉扯起来 这时金莲突然现出人形 攻击了浅浅 父神未保我平安 在金莲里放入了她的一丝原神 所以金莲修成人形 法力强大 千千没有防备受了伤 金莲说她修行成仙 是为我而来 要相伴左右护我周全 东华 金莲也是情深 你答应了 一华 我当场就拒绝了 说我已有其耳 让她待在昆仑须 她也并未在纠缠 说在金莲里待得太久 不愿再拒于昆仑 若不得喜无功 就入魔族去行自由 东华 这一步再纠缠 为何会闹翻 一华 天君知道了此时 想要拉拢金莲的势力 就让我母妃去找浅浅 商议那侧妃 东华 白浅不答应 就与宁母神起了冲突 一华 她答应了 我与她起了冲突 东华 哦 一华 她答应得很爽快 丝毫没有不愿 东华 也不至于闹着这样 一华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 我母妃以为是浅浅 表里不愚从中作梗 便与她理论 她二人眼已经起了争执 我母妃训斥了她 浅浅说天妃难做 要让卫座侧妃 我们起了争执 她便回了青秋 东华 所以还是你们母子欺负了她 一华 如若这算欺负 这事若是帝君 会如何处理 东华 我不会有这样的困扰 小白无需为这些事烦心 白家固执二人 在坊中推心致富 崇利来报 公主满月宴 知贺公主的饮食起居 帝后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凤九隔着门回话 满月宴的事 都问帝君就行了 不用管我 崇利引了话离开 白浅 你记什么都不管 马上要办宴席了 我是不是耽误到你了 凤九 姑姑多心了 平日理我最多也就是操心下菜单 菜地 研究个新鲜的吃屎 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孩子们玩耍 白浅 你的日子 倒是真正的岁月静好 凤九 姑姑若不与姑父闹别扭 不也很好吗 你们到底是为何事要闹成这样 白浅开始嬉嬉到来 她母妃来找我 讲了一大堆道理 说身为正非要包容 不可善渡 无非就是让我容了金莲 那金莲与叶华相伴二十几万年 对叶华是情真意切 直到她有了妻儿也放得下 并未纠缠不休 我其实挺佩服她的 若叶华同意 我并没有意见 凤九 我们清却向来是一夫一妻 姑姑这都能接受 当真是很爱辜负了 白浅 可她母妃觉得是我从中作梗 让我去说服叶华 我却与叶华说了 叶华她同我发脾气 说我爱她不真 凤九 辜负自己怎么不与她们说 白浅 她若是有那份承担 那时也不会挖我眼睛了 那时我是素素 她们百般相逼 容不得我 如今想要拉拢金莲 非要硬塞 被逼的还是我 叶华说我就是重提 放不下 我太累 如今要彻底放下了 崇利来报 百日宴 之后公主的饮食起居 帝君可我特别要交代的 东华 她已经成年 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府邸 便无安排 倒是你要特别留意 别让她惹小白不开心 崇利 知道了 宴席之后 便安排之后公主会吸荒 东华 你说白浅在这里 想来是与小白在一起 小白最近不可劳心 我们一同去看看吧 东华和叶华在房中 饮着身 白浅探着手问凤九 要着什么东西 叶华要现身 被东华拦住了 凤九 这个功效增加了三倍 周延怕药味太大 不好入口 还加了蜜糖 白浅 好 凤九 他既答应了你 就绝对不会说出去 快给我 出了事我不找你 凤九 我良心不安 白浅 你过来 我再跟你说个秘密 凤九把耳朵凑到白浅跟前 白浅搂着他的脖子一施法 凤九昏睡了 白浅自凤九身上摸出这个药丸 果断地送入口中 又果断地起身出了门 东华和叶华都睁大了眼睛 白浅的肚子已经很大了 叶华要追上去 月份都这么大了 我竟没有发现 东华又拦住他 也或许不是你的 叶华看着东华一脸震惊疑惑 不相信 东华给凤九把玩卖 微笑着 开个玩笑 他还的是双生胎 所以肚子大些 月华很是无奈 帝君觉得我现在惊得起玩笑吗 东华 那别与你说个正事 月华急着要去追白浅 帝君还有何事 东华抱起凤九 他刚刚吃的是剁胎药 月华颤抖着嘴唇 帝君为何不阻拦 为何现在才说 莫不是又开玩笑吧 东华 药笑加了三倍 你还是快些去看看吧 恐会有幸运之忧 一华秒顿了 凤九 你还真是 不过还挺解气的 东华一脸骄傲 不吓死他 他不知道什么叫心疼 凤九 你不怕他找你算账 东华 我那时心疼死了 要让他也尝尝 这一集就在这里结束了 还想看的赶紧点赞与评论下 订阅大雪梨 打开小铃铛 天天有堂客 我是雪梨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